各位教友,早晨,今天是上年徒第三十三主任,晉唐詠,請大家一齊榮唱,O Take My Sou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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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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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有侍奉你,我们才能获得永恒、圆满的幸福。 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和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乐。 读经一,公读马拉基亚先知书, 看,那日子内来,必世如无火的火罗, 所有骄傲的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何佳, 那日子一到必要将他们宵盡, 曼君的上主说,不及他们话话根获之调, 但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好的人, 正义的太弱将要升起, 以自己好似箭语的光芒,好诗旧因, 上主的话, 答唱命,答句是, 上主要以正义审判好世人, 上主要以正义审判好世人, 弹着树琴,向上主赞助, 弹着树琴,换着月魂, 吹起喇叭,响起号角, 在上主君王面前勾搏, 上主要以正义审判好世人, 海洋及其中的一切澎湃, 环语及其居民经验, 江河拍手鼓掌, 山岳舞蹈宽唱, 上主要以正义审判好世人, 请在上主面前欢乐, 因为他以教务统治大地贴君, 他要以正义审判好世人, 他要以公平治理天下民族万民, 在上主要以正义审判好世人, 共读圣保隆中团, 致得达六厘人后书, 帝兄姐妹们, 你们自己原来知道, 歌怎样效法我们, 因为我们在你们中, 没有行散过, 也没有白吃过人的法, 而是黑夜白日, 辛苦勤劳地工作, 免得加重你们任何人的负担, 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利, 而是为以身作德, 给你们立下榜样, 叫你们效法安活, 当我们在你们马里的时候, 早已吩咐过你们, 谁若不愿意工作, 就不应当劈牌, 因为我们听说, 你们中有些人, 游手好行, 什么也不作, 却好本闲事, 我们因主耶稣基督, 吩咐这样的人, 并劝勉他们安静工作, 吃自己的饭, 上主的话, 两者敬主, 福音全宫高, 和摩关联监工, 阮矩江, 杓柒会、 你们应该挺起身 抬起头 因为你们的救援更了 圆主你们同在 公读圣路加福音 那时候有些人正谈论 圣殿是用美丽的石垫 及还原的简礼装饰的 耶稣说 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当那日子一度 便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违的 门徒于是问 师父 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 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 将有什么先事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欺骗 因为将有很多人 假冒我的名字而来说 我就是墨西亚 又说 又说 你们切不可分除贪欲 你们什么时候听见战争 要出现可报的异象 天上要有巨大的空障 但是这一切事 但是这一切事以前 你们的口床和名字是你们一切受的 所不能抵抗及辩博的 你们要被父母 兄弟 亲戚 及朋友出现可报的 你们终有一些 要被杀死 你们要为我的名字 受众人坚恨 但是 连你们的一根头发 也不会失落 你们要盼着坚恨 保存你们的灵魂 上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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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学院有一歌 叫做《没世来》 这歌是说 耶稣圣经之后 到他第二次来临之前 一个阶段 我们斥地做没世 本來是等待耶穌基督的載落 為基督徒應該是一件起落的事 與耶穌基督在相源 但是不知為何一提起這些 人就想起天主審判復仇的日子 所以令到人了擊亡 今天我很想用末世來做主題 跟大家反省一下 末世是可以很積極的 是幫到我們現世的生活 好 有我們看幾篇的《徒經》 給我們什麼看事 第一篇來自馬拉基亞《善知》 《善知》寫這段聖經的時代 大概是空年前的四百年 那段時期是什麼呢 就是亡國 是亡國的了 聖經就完了 放回他們回去互相重建 聖殿都起完了 又過了一段日子 那種宗教的激情慢慢又淡化了 統治他們的帝國仍然是很強大 不見有衰退的跡象 就是說自己復國是沒有希望 暫時還是沒有希望 在這段日子 那些宗教疫情又退卻了 那為什麼呢 那些人就開始吃惡門落了 就是不理那麼多了 好好享受人生就算 變成一段這樣的日子 才知道在那段時期出現 傳遞天主的訊息就說 那這樣是不對的 如果那個日子來臨 兩次說那個日子要來臨 這個是指沒人的來臨 如果那個日子來臨的時候 天主會來賞善佛惡 所以現在不應該過一些 這麼徹廢的生活態 即是提醒人 所以其實那本日還未到的 只不過是這一段這樣的日子 不要忘記 不應該過一些 只是想著不想將來 這種這樣的生活態度是不對的 才是提醒人 好 第二篇讀經來自 得殺落尼 這段聖經是基督徒的時代 那個時代的基督徒 的確是以為耶穌基督就快來臨 聖保禄都以為是的 如果本來基督就快來臨 你又信基督的人 那你以一個什麼的生活方式呢 那他們起碼得手進來的教育呢 就開始一種消極的等待 你不做事了 為什麼呢 基督就來了 做來做什麼呢 比方你可以想像 如果基督就來了 如果基督就去創業 耶穌就到了 找什麼去讀書呢 耶穌就到了 找什麼結婚呢 耶穌就來了 所以就有一種這樣的心態 在五年代 工作都不做 找什麼監獄呢 都沒有收割 耶穌就來了 不做 不做又怎麼樣 聖保禄罵他們 由手好行 好本行事 在這段期間 所以聖保禄以自己來做例子 我也是等待耶穌基督的在外 但是我努力工作 我每一天都自食其力 我不會連累其他的人 加單別 加重別人的負擔 他本來說 我全福音的人 按照耶穌基督所說 是有權利去到哪裡 住到哪裡 吃到哪裡 我有這樣的權利 因為我是全福音給你們 但是我沒有用這個權利 我自食其力 大家都知道聖保禄是一個跡象 任樂的人 就是他靠這些維生 他是不需要靠人 一方面努力傳福音 一方面繼續努力工作 以每一天都勤勞工作 去等待耶穌基督的來臨 這是保禄的態度 他看到工作是一個價值 甚至有拯救的價值 耶穌是這樣說的 天父都在工作 所以我都工作 耶穌工作到他最後一天 才在十字架上說 完成了 耶穌一生人都在工作 聖保禄一樣 即使他知道耶穌可能就快來臨 每天都是努力工作 很開心 我記得一兩個星期前的讀經 是怎樣說 這場保障我打完了 賽跑我跑到終點 信仰我保守了 他是一個這樣的態度 面對耶穌基督的在內 是很努力的 積極地每天工作 因為工作是有價值 是等待耶穌基督來最好的一種方法 每天做好你的工作 所以他就說 你不工作 不要吃飯 這個就是聖保禄的名句 誰不工作 在那裡消極地等待的人 不要吃飯 不值得幾塊你吃 一個這樣 挺好的一種態度 這樣等待耶穌基督的在內 好 第三篇 源自《路加福音》 這一段很清楚分開 末世和末日兩樣東西 末世就是耶穌基督 我說耶穌基督升天之後的一段日子 直到他在內 那段是末世的時期 末日就是耶穌基督來了 這個人末日 但是末世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發生的 很多動亂、戰爭等等 會發生 不用怕 這些會到 那當時那些人 就很讚美當日的聖殿 那個聖殿是怎樣的呢 那個聖殿不是撒王滿、王起的聖殿 那個組就毀滅了 也都不是復國之後 回去自己的家居 就是耶路撒冷那裡 重建的那個聖殿 這個聖殿是公元前 沒有多久的 十多年 是黑或得王起的 起得很漂亮 所以當日的人 就很讚美 到了耶穌的時代 建了幾十年 還是很宏偉 很漂亮 所以那些人就在欣賞 這個聖殿這麼漂亮 耶穌就預言 你看到這些這麼宏偉的建築物 總有一天 沒有一個石頭 打在另外一個石頭上面 這是指什麼 這是指公元七十年 羅馬人 攻陷耶路撒冷 將整個聖殿拆毀 所以路加寫福音的時候 聖殿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他寫這一段 就是說耶穌祖就預言了 這個聖殿 你看到這麼漂亮的 這麼宏偉的建築物 這些世上的東西 是短暫的 變幻無常 不需要太執著這些 我們今天 你可以看到 俄烏未打一場仗之前 烏克林有很多很漂亮的城市 你可以站在那裡看 嘩 這麼漂亮的城市 一場戰爭 讓它融龍爛爛 有時候你看到 電視播放的新聞 真的很可憐那些人 一個這麼漂亮的城市 一個這麼漂亮的國家 一場戰爭 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就是變幻無常 末世的時代就是這樣 戰爭 饑荒 瘟疫 地震 耶穌用這些去說 提醒我們 我們這個世界是變幻無常 只有天主愛的國 才是永恆 這個事情很清楚 帶給我們一個很漂亮的信息 好 我們反省這個主題 我就說要清晰地分開 末世和末日 我們住在末世的時期 因為這幅升天了 它又未再來 這段日子我們稱它為末世 是好好準備末日的一段時期 末日就是耶穌來了 所以是不同的 我們不用那麼怕末日會來到 我們還在末世 末世的時代 我們用一個什麼的態度去面對呢 末世有不同的解讀 很多人很喜歡用一句話去說 活在當下 我們個個都說這句話的 活在當下呢 看你怎樣解讀它 活在當下能夠是很消極的 我只顧我 我不理將來怎樣 我不理未來怎樣 我只顧我面前是學會樂 這種心態 今早有酒今早醉 我不理明日 這些都是活在當下 但這個不是我們基督徒 應該有的一種態度 另外一種態度就是 好像德薩諾尼的那些教友 相信耶穌基督徒 相信祂會快來 但因為祂就來了 我們什麼都不做 都來做什麼 沒有意思的 看不到工作的意義 這個都不是基督徒 應該有的態度 基督徒有的態度 應該學聖寶錄 我們期待耶穌基督的在內 好好做好每一天 特別是我們基督徒 好好以愛活出每一天 這個是我們應該有的這種態度 積極的態度 在這個木曬時期 我記得我在修院教書 這麼長的時候 遇過一個學生 他移了文藥本來 移了去外國 移了去外國 但是發現自己有歷奇的癌症 那麼他就決定回來 回去香港 不只是回來 醫治這麼簡單 他是回來 入聖神修院去讀神學 他說他不是做神父 他是讀神學 為甚麼 他說 他說神學 幫助我接觸到天主 使我更認識天主 這個是我準備我自己的省望 最好的方法 他每天都很有心意地上課 聽書 做功課 考試 什麼都有 直到 當然了 未畢業 他就過身了 我覺得 我很記得他 我覺得他很積極的態度 不害怕自己的死亡 以讀神學一個很清晰的工作 準備自己 希望藉著獨神學更能夠接觸到生活的天主 這樣去準備自己 去迎接耶穌在王 所以我記得西方有一句這樣的教言 每一天你生活的時候 都將這一天看成你最後的一天 那你就會很積極地過你每一天 因為你以為 你看 認定每一天可能是我最後 那我就好好活他 基督徒什麼時候都應該有這樣的態度 特別我們記得耶穌基督的教訓 叫我們活出愛 所以 活出愛的時候 就是應驗到天主經裡面的那句說話 願你的國來臨 願他的愛的王國 因為藉著自己愛的行為來到我們中間 所以 都讓大家聽完末世這樣的前會 不要震驚 末世不應該害怕 末世是一個好好幫助我們準備耶穌基督在來 好好活好每一天就是最好準備 我們每一個人的活躍 恩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阿門 抱怨我們起身為天主 算法信仰 我身為一的天主 全能的聖父 天地馬 無論有任何人 都是他所存 我身為一的主 天主的所謂 天主的活生 祂在萬世之 又四個活生 確定父親吼 斯之間 fund生 神之潛 尋非師仰 必得受祈求 別人的信仰 蔡風之潛 喃嚇神 董美人 祂一扯 免 secretwho 曾祂殺 細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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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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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